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在我们看来 其实没有必要看得那么复杂 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在3300点上方 技术面并没有出现背离信号 所以现在还不能说 大盘的阶段高点确立 市场其实依然是在3210点至3300点之间做区间震荡 也就是目前震荡式的格局并没有改变 那对于指数 昨天和前提 我们提到留意券商板块的表现 并把它作为现在这个时间点 指数走向的一个参考指标 那今天券商指数是有一个破位 同时 护身300指数 目前也来到一个关键支撑位 换句话说 也就是假如券商板块不能很快拉上去的 那么 大盘在下周再次冲击3300的愿望 就可以暂时放一放了 同时 假如护身300指数在这个位置撑不住的话 那么 指数后面也可能会震荡向3210点至3300点的区间下沿靠近 那这是指数方面 这里我们要再强调一下 震荡式的环境中 指数和个股的买卖无关 它对应的只是你手上的持仓水平而已 板块这边 昨天我们提到 需要留意是不是有新的题材方向出现 不过今天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这些 总结一下 通过对比中正500指数 中正1000指数 以及护身300指数的日线图 短信的操作依然建议以中小盘股为主 只要指数还在3210点至3300点的区间内 那么操作上就还是偏向个股操作为主 除非指数有效走出这个区间 板块这边 我们除了一边留意市场有没有新的题材方向出现之外 对于之前强势的个股 我们认为只要在回调时能够获得支撑 那它就依然保有短线操作的价值 所以目前我们只要留意指数走向 来决定自己到底是满仓操作 还是半仓操作 其余时间就不用太看重指数 专心操作个股就可以了 接着 我们看一下今天机构资金的动作 首先是龙虎榜 今天龙虎榜上主要获得机构资金增持的 一共有五家 首先是和人工智能相关的 有两家 分别是洪博股份和联特科技 随后次新股板块有两家 分别是通信设备板块的阿莱德 以及风能概念的薄飞电器 最后是中药概念的贵州三例 最后我们看一下 今天北向资金个股情况 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入前六名的 分别是中国平安 贵州茅台 明德时代 中国中免 浪潮信息 以及招商银行 而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出 超过一个亿的 只有两家 分别是通微股份和龙虎绿能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